常青 你站住 怎么了 不敢看我 觉得我的胎记 很可怕 我只是不想让你在意 在意什么 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为什么要在意你的眼光 你是我什么人 我是善意的 不必了 你这样施舍出来的善意 让我觉得你很虚伪 我尽力了 有什么事要说 我暴批升级宽带流量 你给否了 是的 理由 我调查过 你们点击率最高的节目 不过是三千万 我给了你们四千万 足够了 这个流量是我们反复调查 经过估算出来的 它不是凭空想象的 那是你们的估算 技术部门估算 四千万足够了 多余就是浪费 浪费 你知道这次直播 公司有多重视吗 当然 出了问题谁负责 如果是技术部门出的问题 当然是由我来负责 你 我 开玩笑呢 直播过程中 流量爆了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 我们打个赌好吗 好 赌人 随便怎么样 如果我输了 我任由你处置 你以为我根本就不会输 随便 来 我真的是不明白 你哪儿来的自信 你凭什么认为你一定会赢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输 是吗 那行 我给你好好赌一把 赌一把大的怎么样 赌的 这么大 赌这间办公室的使用权 那我不跟你赌 你看 还是心虚吧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要 这间办公室 真的吗 旺办公室我应该找谁 黄岐阳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晓伟 姐 你干吗呀 怎么干吗呀 那要打死我啊 我就是要弄死你啊 你不是特大晚上睡觉好不好 你们干点正经事 干点正经事 我饭都做好了 你这去吃不就好了 我不想吃饭 因为我已经被你气饱了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让我去相亲 这就是些什么人啊 我还遇到一个变态 变态 喂 上你公司吗 我是九五二七 我想见二零四六 怎么见到 需要你们想办法 找你们最好的红娘过来 所以你是说有个变态请你跳舞 然后最后还拿走了你的水晶鞋 是的 我信你才怪 你知不知道那双鞋是我好不容易才托人 从国外代购回来的 五千多块钱你就这样弄丢了 五千多块人民币 你才是败家子呢 那怎么办呀 他那变态手里我要不回来呀 拿不回来也得拿回来 五千多块钱 我的天 别吃这个过期了 你对我好一点要不好 不要让我再去相亲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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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亲必须得去 钱都交了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的弟弟 这个问题吧 虽然我跟咱老妈的信 但是从血缘关系上来说 是的 那你还逼我